美中官员排排座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赖海哲林群 周上官员虽然偶尔露出微笑 不过气氛似乎还是有些紧张 美中新英伦贸易谈判 美东时间30后在华盛顿正式展开 而身处这场暴风中心的就是中国电信大厂华为 28号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华为违反伊朗禁令 诈欺还有窃取知识产权 美日电讯报29号报导 引述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络安全专员的言论 表示西方民主国家与中国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发生冲突 贸易战与华为暗分不开 美日电讯报也表示 美中新冷战的争端主要站场在科技竞争 新冷战这个词 近年不断在媒体上出现 加拿大环球邮报 引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言论 表示与过去的每艘冷战不同 如今的北京并没有寻求输出意识形态与文化 环球邮报报导也指出 美国因为中国的不平等贸易问题 从而发起新冷战 不过也因此破坏了1945年以来的和平机制 美中两国经济关系互相交融 这场贸易战要如何结束 还是难以预料 不过尽管美中两国对抗升级 还是没有打破有合作有竞争的模式 BBC中文就表示 川普可能会和习近平达成协议 避免贸易战争全面开打 三角一 三角二 三角二 三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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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与二看一淋柜